2023年生果金長者生活津貼申請年齡、方法、金額、華里芝 生果金長者生活津貼,或者稱為長生津 政府為長者提供公共福利金計劃 當中包括高齡津貼,也即是生果金 以及長者生活津貼,或者叫做長生津 兩項長者福利的申請年齡和申請資格都不同 其中一種只需年滿65歲就可以申請 以下為長者整理出長者生活津貼和高齡津貼的申請順之 1. 生果金計劃 2. 長者生活津貼計劃 3. 生果金與長者生活津貼分別 4. 可以同時申請生果金與長者生活津貼嗎? 5. 生果金申請資格 6. 生果金資產限額 7. 生果金金額 8. 生果金申請方法 9. 長者生活津貼申請資格 10. 長者生活津貼資產限額 11. 長者生活津貼金額 12. 長者生活津貼申請方法 13. 社會保障萬事處的辦公時間 13. 長者生活津貼資產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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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津贴计划 长者生活津贴俗称长生津 是社会福利署为长者而设的公共福利金计划 只在为有经济需要的长者提供每月津贴 援助长者的生活开支 生果金与长者生活津贴的分别 高龄津贴生果金 与长者生活津贴的申请年龄 领取资格及发放金额不同 申请高龄津贴 没有资产限额的限制 不论贫穷或者富有都有权申请 申请长者生活津贴的年龄門楼较低 但有资产限额要求 可以同时申请生果金与长者生活津贴吗 长者不能同时申请高龄津贴 与长者生活津贴 只可以领取其中一项 高龄津贴申请资格 70岁或者以上 成为香港居民最少7年 在申请日期前 连续居港最少一年 年内不得离港超过56日 包括前往内地、澳门 或者海外国家地区等等 领款期间于香港居住 没有领取中援或者长者生活津贴 高龄津贴资产限额 即是生果金的资产限额 申请生果金没有资产限额要求 生果金的金额 每个月1570元 是由2023年2月1日起生效 高龄津贴即是生果金的申请方法 长者可以于年转70岁之后 或者在70岁生日前一个月内 既以下途径提交申请 第一 可以于网上下载公共福利金计划申请表 填妥之后 连同有关的证明文件、副本、寄回 或者亲自交回社会保障办事处 第二 亲自或者由亲友 亲身到社会保障办事处办理 第三 以电话、全真、电邮、网上表格 或邮递方式提出申请 第四 由政府部门或者其他非政府机构转介 长者生活津贴申请资格 65岁或者以上 就可以申请长者生活津贴 每个月的入息和申报资产 不可以超过规定限额 要是香港居民最少七年 在申请日期前连续居港最少一年 年内不得离港超过56日 包括前往内地、澳门或者海外国家地区等等 领款期间 需于香港居住 没有领取中援或者三个金 长者生活津贴的资产限额 单身人士资产限额 38万8千 每月总入息限额 10,580元 而夫妇就是资产限额 58万9千 每月总入息限额 不可以超过16,080元 由2023年2月1日起生效 长者生活津贴的金额 顺利金计划申请表 填妥后连同有关的证明文件 副本寄回或亲自交回社会保障办事处 第二 第二 亲自或由亲友亲身到保 社会保障办事处办理 第三 以电话 全真 电邮 网上表格 或者邮递方式 提出申请 第四 由政府部门 或者其他非政府机构转介 社会保障办事处的办公时间 星期一至五 上午8点45分 至到下午1点 下午2点 至到下午6点 星期六日 和公众假期是休息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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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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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